hello大家好我是牛星达的瑞 欢迎收看这期的周端说 卡巴拉州政府呢于昨天终于发布了新的概论 总结就是有变化但是不大 先说重点部分 第一新增了128个职业 删减了一个 新增的热门的职业呢我来举几个例子 那建筑 景观建筑 TESOL 精算 部分的工厂 以及一系列的DraftPerson 删减的是Post Office Manager 这个不是很重要 第二就是申请的前置要求有变化 491呢目前只要求 雅塞4个6就可以递交了 190还是维持原来的要求 大部分的职业是4个7 那厨师和Skill Level 3到5的职业要求4个6 190要求申请前30周 有26周工作即可 每周要求30个小时的工作 之前是要求35小时 那491要求申请前15周 用13周的工作即可 每周是要求15小时 之前是要求20个小时 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只是前置的这个要求 你要想加工作时长加分 6个月12个月 仍然是20小时每周 如果你想加工作类型的加分 还是要申请前连续13周 每周是20个小时 第三就是加分项的要求变化 这个是关于居住时长累积的 之前呢是要求每年离开Kamela的时长不超过6周 可以算一整年的居住 多数部分呢需要减扣 现在如果你是Claim一年的居住加分 仍然是6周 但是你Claim两年以及两年以上的这个居住加分 你可以离开Kamela不超过12周每年 但这个要求呢有租房记录 或者是这个Housing Payment作为证明 然后呢就是482的Stream 雇主担保的Stream降分到60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人仍然只能申请一个周单 如果因为特殊的原因可以申请豁免 申请额外的这个nomination 那也只能申请和之前Visa Subclass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491 因为某种原因被拒了 你要重新申请一个的话 即使你满足了190的要求 但仍只能申请491 剩下呢还有一些这个材料细节的更改 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 那截止到4月17号 目前190还剩余850个 491还剩余633个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名额还是比较充足的 目前各个专业的分数也都在下降 OK 今天的周端盛就说到这里了 更多Kamela周端宝的资讯 请关注牛星达Kamela